再来我们看到复合式的图形要怎么算呢 大概有这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做切割 把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呢 切成两块 然后再相价 这叫切割 另外一个叫扣除呢 就是你先多算 然后呢再把多算的扣掉 这叫扣除法 最后一种呢 就是把这几块合并在一起 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形状 把它并在一起 把它并在一起 这叫合并法 好 我们看到讲解21 下图铺色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好 那我们就这样看了 看起来我们是用切割了 上面是三角形 下面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我们就分上面跟下面 分开算 三角形就是 底乘以高 然后除以2 底呢 除以高 底你先去把它除以2 就变成10 10乘以18 就变180 我们比较喜欢有出现10 乘以18 除以2可以对调 我可以先20 先除以2 再来乘以18 三角形是180 再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底乘以高 那看一下单位 单位是公尺 所以呢 就是540平方公尺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讲解22 下图中铺设的两个三角形 面积一共是多少平方公分 上面一个三角形 下面也一个三角形 那么我把这两个三角形呢 把它移出来 就等于我把它分割啦 我把它切割成两个三角形 那下面的三角形 那上面的三角形 底边是24啊 它的底边是24 高呢 是这个16啊 那下面的三角形呢 它的底边也是24 它的高是这个32 所以呢 很简单 这两个三角形 分开算 然后再加起来 上面的三角形 底边24 高16 底层高除以2 那我们有介绍吗 要怎么算才会好算呢 这里如果是乘法 后面可以先算 16除以2等于8 24乘以8 等于192 等于192 再来下面的三角形呢 底也是一样24 高是32 高是32 比辰高除以2 一样的这里是乘法 所以这里可以先算 32除以2呢 是16 那么24乘以16呢 乘完就是384 乘完就是384 好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192 跟384加起来 192 加384 这两个我们把它加起来 就是 576 576 所以答案呢 就是 576 平方公分 现在我们看讲解23 下图的贴纸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分 这看起来是一个五边形 那么我们没有学过五边形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割 我们把它切成上面T形 下面三角形 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好 那这个T形的下底是12 高是这个3 啊 所以我们分两个来算 一个是T形 T形就是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2 8加12等于20 那么我们呢 先把20先除以2 再来乘以3 这样就变成了10 乘以3 就是30 T形就是30 那下面的三角形呢 它的底是12 高是7 啊 高是7 所以三角形的面积呢 就是 底12 高是7 底层高 除以2 一样的哦 12先除以2 再乘以7 所以呢 6 乘7 42 我们再把T形跟三角形相加 T形是 呃 T形是30 三角形是42 三角形是42 所以加起来是72 所以呢 这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就是72 平方公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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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我们看到讲解24 啊下图中铺设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分 好这里呢我们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这里有两个三角形跟一个梯形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算一个三角形 然后再算另外一个三角形 你也可以呢算一个三角形 再算一个梯形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 这个梯形啊的上帝不知道 所以呢根本就没办法求这个梯形 所以呢我们只能退回到最原始的啊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我们分开算这两个三角形 我们把这两个三角形分开来看啊 这个大的三角形底是9啊 高呢啊 我们这样子 高呢 啊 这个是4 这个也是4 高就是4加4 那么这一个三角形的底是2啊 顿角三角形的高在外面 顿角三角形的高在外面 而它的高呢 就是4 它的高就是4啊 啊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9乘8 大的是底乘以高 除以2啊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写成9乘以4 8可以先除以2 啊 9乘以6啊 再来 这个小的呢 是底 底是2 高是4 底乘以高 除以2 这个呢 就是 呃 4 这很简单啊 然后再把这两个加起来 36 加4 啊 然后就等于40 所以呢 把这两个面积加起来 就是40平方公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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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好 这来我们看到讲解25 下图中铺色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这看起来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这个叫做R5边形 我们没有学过R5边形的面积公式 可是我们可以用扣除法 我们可以用扣除法来做 就是呢 我先把一个完整的平行四边形面积算出来 然后呢 再减掉里面一块三角形 就是题目要求的面积 那么所以我先算完整的平行四边形 然后再扣掉这个三角形 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呢 就是底乘以高 底是24 高呢是16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 三角形的面积呢 是底乘以高 除以2 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呢 我们分开算 这边就是平行四边形 底乘以高 这个不用除以2 很多同学 三角形面积算久了 平行四边形也把它除以2 这个不用除以2 24乘以16 就是384 啊 384 然后呢 再算三角形 三角形的面积呢 就是 底乘以高 除以2 这里因为它是乘法 所以可以先除以2 这里除以2就是8 12乘以8 就是96 啊 12乘以8 就是96 然后算出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384 三角形的面积算出来是96 384去减96 啊 就是288 所以答案就是288 288平方公分 啊 288平方公分 啊 这来我们看到讲解26下图中铺色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啊 这个铺色的面积我们就是先算出一个梯形 然后呢再去挖掉里面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样的方法我们叫做扣除法 我们就是要算出一个梯形 然后呢再扣掉里面的平行四边形 那梯形的面积呢 上底12下底28 高呢 把15跟20相加15加20 加起来就是35 他的高是35 所以呢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再除以2 这个就梯形面积 上底加下底是40 40 40乘以35 除以2 40可以先除以2 再去乘以35 只要把这个乘号 跟数字 除号跟数字 把它绑在一起 你可以对掉 第一个位置不能动 你可以40先除以2再乘以35 好 那么 40先除以2就是 20 20 20再来乘以35 就是 700 好 700 这个 啊 梯形的面积就是700 再来平行四边形 底是12 高是这个15 啊 高是这个15 所以呢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是底乘以高 记得哦 不用除以2哦 啊 然后 这个就是180 所以把一型面积扣掉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就是700扣掉180 也就是520 所以答案就是520平方公分 但是 直接 再来 去吧 这 我们 再来 吧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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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再来 好 再来我们看讲解27 下图中铺设的面积是多少 啊这个怎么算呢 呃这看起来是这样子啊哈 这里有一个 梯形 然后我再从梯形去扣掉这个三角形 啊就是他要的样子 所以很简单就是拿梯形 去扣掉三角形 梯形的上底就是8 下底就是12 然后呢高就是8 再除以2 啊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啊那这个8加12等于20 乘以8 除以2 这个8除以2可以先算 他就会等于4 20 乘以4 所以乘丸呢 就是80 啊乘丸就是80 啊乘丸就是80 三角形它的底12 高14 比乘高除以2 这时候我换一下 先 12先除以2等于6 啊64 24 啊 所以80 所以80减24 减24 等于56 等于56 答案就是 56平方公分 1 2 2 5 5 7 好 再来我们看到讲解28 铺设的面积是多少 这个铺设的面积啊 他是一个这样子 一个正方形 两个正方形 他是有 两个正方形拼起来的哈 他是有两个正方形拼起来 里面再挖掉一个三角形 里面再去挖掉一个三角形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算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呢 先算出两个正方形 然后再扣掉一个三角形 先算出两个正方形 再扣掉一个三角形 好 那正方形的面积呢 50 乘50 边长乘边长 就是2500 小的正方形呢 啊就是25 乘以25 就是625 这个三角形比较难求 他的底在这里 然后高在这里 这是一个顿角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的某一个底边 他的高会是在外面 所以呢他的底是25 高是这个50 高是这个50 底是25 高是50 底乘以高 乘以2 哎结果呢 这个是25 然后等于25 乘以25 所以呢 就是625 那么我们的面积就是大的正方形 加小的正方形 扣掉三角形 哎啊结果就变成了2500 好所以答案就是2500 对 对 对 好 这里我们看到讲解29 下面铺设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分 这里有两块黑色的 那我们先来讲左边的这一块要怎么算 我们先看这个三角形 然后呢 再去扣掉这个三角形 这就是左边的 一样的哦 右边的怎么算呢 右边的呢 先算出这个三角形 然后呢 再扣掉这个三角形 左右两个 可是啊啊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两个面积其实是一样的 这两个面积其实是一样的 啊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的底一样 高也一样 他们的高也一样 底也一样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三角形 他的面积是一样的 那他扣掉同一个三角形啊 这两个黑色 根本就一样 这两个黑色根本就一样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算出一个黑色 然后再乘以二 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里如果是一个T形 然后呢 对角线打个叉叉 这两块面积会一样 这两块面积会一样啊 这个你把它当公式背起来 这个三角形 底是220 高呢 是这个156 我先把220除以后 再来乘以这个156 那就变110乘以156 好 乘完就是17160 然后再扣掉 这个里面的三角形 220乘以104 220 乘以104 然后除以2 好 这个先220 除以2 再来乘以104 就变110乘以104 好 相减 17160 减11440 然后再来乘以2 减104 变� pivot 三角度 然后再 quella是&уры 然后再乘以101 然后再来乘以104 nelva 所以答案 拨au Is it together spy 440 平方公分 好 再來我們看到講解30 子晴收到一張聖誕節卡片 卡片上有一顆聖誕樹 聖誕樹的面積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把它切割 聖誕樹我們可以把它切割成 一個三角形 一個T形 跟一個長方形 那首先我們先算一下 這個底是多少啊 底就是這個4加8加4 4加8加4就是16 所以這個底是16 三角形的面積呢 就是比乘以高除以2 這個16除以2 他就變成8 8648這樣比較快 好 這樣比較快 然後呢 再來 三角形算完再算T形 T形的上底呢 是這個8 是這個8 這個8 下底呢 就是16 下底就是16 好 然後高就是這個6 然後再除以2 然後再除以2 把它相加8加16等於24 24乘以6除以2 這個6 這個6都太小了 我喜歡這樣子 24先除以2等於12 然後12乘以6等於72 好 再來最後一個長方形 長方形就是8 432 然後呢 這個聖誕數就是三角形 加T形 然後再加長方形 也就是呢 也就是呢 加72 然後再加32 所以是 152 對 還好 那 那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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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